各位同學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種 Final Cup Pro裡面有用 快速又便利的一種功能 那這個就是當你想要 輸出影片的局部內容 或者一個小小的片段 提供給其他人觀看 然後要他們提供意見 或者是你做其他的用途 你又不想輸出整部影片的內容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叫做Range Selection 那快速鍵是R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操作 平時我們剪接的時候 這個地方設定都是選擇在A A就是一般我們將滑鼠當作選擇器 就是我們可以點選任何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叫做R 那快速鍵是R 當你你可以在這個地方選擇 這個地方Range Selection 點選它 或者直接壓快速鍵R 當你選擇它之後呢 比如說我只要輸出這一段 那麼我就可以用滑鼠壓左鍵 然後拖過去 選擇你要輸出的那個區塊 然後放開 那這一塊就變成我們可以輸出的一個片段 那所以接下去我們只需要來到這個地方 File 然後 Share 然後選擇Master File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就看到了 它只選擇了11秒08格的範圍 那直接壓Next 然後輸入你要設定的檔名 然後壓Save 這個地方它就開始運算輸出 好 輸出完之後自動跳出來 這個片段大概只有十幾秒 十一秒 這一段影片就是我們剛剛選擇輸出的那段影片 好 那這段影片就可以提供給其他人觀看 或者是做其他用途 那這個就是運用Range Selection 輸出影片的局部內容 達到你想要使用的目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